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哪些物品不宜在卧室中摆放 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如突然运势下降 夫妻无迷惑大矛盾多 有的朋友出现失眠作恶梦 还有的朋友请来了吉祥物 或者供奉了神佛 却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帮助 在很多风水案例中 也发现了这样一些情况 家居格局没有问题 卧室家居摆放也没有问题 细究之下 有一部分是因为物品摆设不当 而对人产生不良影响 今天就说一说一些常见的 不应进入卧室的物品 一 刀剑等利器 有的朋友喜欢一些兵器或者武器模型 须知 有其形必有其象 有其象必有其异 兵器武器多带有无形之煞气 久而则干扰人体气场 破坏气场平衡 使人易怒易躁 头痛失眠 工作不顺 或者频频受伤等等 还有的会严重影响夫妻感情 二 镜子 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 一般来说 卧室不要放置大浮面的或者长期暴露的镜子 更不要对着睡床 卧室中的镜子往往会使人心绪烦闷 疑虑重重 睡眠质量下降 久之必影响健康影响事业 所以建议将镜子遮挡或者收纳 用的时候展现不用时也看不到为好 三 神像 佛像 有的朋友会将神像 佛像 或者祖先像摆放在卧室 或者卧室的阳台 飘窗等位置 但凡卧室多有隐私私密之事 对奉神共佛 共祖先而言则为大不敬 因此 卧室内务必不要摆放神像 佛像 这里提醒一些家长 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望学业 请了文书菩萨 魁心等神像或者画像 如果孩子的卧室和学习桌在同一个房间里 也是不宜摆放的 四 古董及一些莫名的旧物 古董 旧物特别是一些来历不明 不明所以的吸其骨盖的物件 一定不要放在卧室之中 且不说这些物品会不会带有阴邪的煞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影响就更为严重 这些物品都带有过时过气的气场 久而久之对人的运势影响很大 事业郁郁瓶颈 难有进展 五 鲜花 假花 不少的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 喜欢以花草绿植给卧室带来绿意生气 但我大多建议不要放置花草之类的植物 而以大叶吉祥的绿植为主 鲜花 假花 我们且不说其对健康的影响与否 只是一旦放错了位置 难免在感情上会带来困扰和是非 我们每天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卧室内 因此卧室的气场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现代家居风水学中比较重视的一个环节 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 卧室就是卧室 是睡觉 休憩之所 不要赋予其过多的功能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懒或者特别喜欢宅在家的朋友 恨不得卧室里什么都有 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 从风水学上来说也是不利的 简单的说 家居风水就是要以人为本 打造一个和谐稳定 声望家庭成员的气场 长期处在这样的气场里 人各方面的运势当然会得到补益和支持 最后提醒朋友们 家居风水首先要考虑的是人 格局是否适宜 布局是否得当 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其次 家居风水一定要有全局的概念 千万不要今天整个厨房 明天化解个卫生间 后天再调整一下卧室 这样只会让你的家居气场混乱 第三 如果没有把握 特别是一些不利的布局 格局 或者家院已经出现问题 最好要请有经验的专业老师 勘于调整 切不可生搬硬套 小心反受其乱 那么具体哪些物品不适合摆放在床头呢 在卧室的装修中 我们往往都会在卧室的各个角落 摆放很多的装饰品 让卧室显得更加充实 又有情调 在床头也会习惯性地放置一些 便于生活的装饰品 可是这些小小的装饰品 在摆放的时候也有风水讲究 不能太过随意 不然会在五行中给我们带来麻烦和疾病 下面便向大家介绍一下 卧室床头不适合摆放哪些物品 一 床头不宜放置闹钟 很多时候人们都需要闹钟来叫自己起床 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物品 但是它不宜摆放在床头 首先 钟有钟的意思 本身寓意不好 再就是 人如果每天都是被闹钟叫醒的 很容易会出现高血压 睡眠质量下降这样的情况 将闹钟放置在床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潜意识里会担心闹钟响 也会想着它什么时候响 这样就会使睡眠质量严重下降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体健康 闹钟的放置地点 最好是离床1.8米或者是更远的地方 二 床头不宜放置仿真花卉或者绿色植物 在床头摆放仿真花卉盆栽 主人一招烂桃花 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二人的房间 床头放假花 时间长了容易导致二人冒离神河 甚至有外遇 最终老眼纷飞家庭破碎 虽然绿色植物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但是绿色植物在夜间会释放出二氧化碳 距离太近的话 可能会让人处在缺氧的环境中影响睡眠质量 同时绿色植物也容易自生病虫 这对主人的健康也是有一定伤害的 三 床头不宜放置大的装饰画 在床头放置一个精致的相框 里面放置一幅自己喜欢的画 可以使人心情舒畅 但是在摆放在床头的装饰画 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 装饰画以轻短小为好 最极厚重 而且框很大的画 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使人无法按人入眠 此外 画的色调要柔和 不宜选择黑色调或者颜色过深的画 或者是落日吸尘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看上去有沉重压抑制感 使人抑制消沉 悲观 缺乏朝气 四 床头不宜摆放危险物品 床头附近不宜摆放悬挂 陶瓷器具 木雕制品 巨型折扇和羊皮牛角等工艺品 还有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也不能摆放在床头 如有放射性的物体 手机 笔记本电脑 或是一些重金属物品 排放有害气体的物品 个别植物或者喷漆饰品等 五 床头可摆放应急物品 在床头柜上可以摆放一些日常应急的物品 如应急药物 水 手电筒等 应急药物有的时候可以救我们的性命 而能马上要人命的病有两种 一是心肌梗塞 二是脑中风 所以放几颗阿斯匹林在床头柜上很有必要 床头柜放一杯水 这样晚上觉得渴了 就不用下床喝水了 放置手电筒则是预备停电式使用的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